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亲友医生 在亲友医生的门诊经常会看很多的一些儿童青少年和一些成年患者 精神压力特别大,导致抑郁症的发生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一聊抑郁症我们应该如何去积极科学的防治 那么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障碍性疾病 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少思维的一个迟缓 饮食和睡眠差等一系列等等的症状 我们如何释放一下压力,算凡工作学习它就会有压力 那么来看看科学的办法是什么 2024年7月31日,澳大利亚的迪肯大学研究人员 他们在里面到这个子刊上 The Landsat Regional Health in Western Pacific 发表了一个重磅的研究 健康饮食和定期运动对于治疗抑郁症和心理治疗是一样有效的 我们来看看,在这些研究中 主要是纳入了182名抑郁症的参与者为期8周 分成两组 一组是生活方式的治疗组 另外一组是心理治疗组 心理治疗组我们知道 有抑郁症找心理医生进行心理治疗 这是一个非常科学有效的办法 我们来看一看 生活方式治疗组是由营养师和运动生理学家 帮助参与者设定生活方式的计划 包括什么样 吃各种各样的食物 食物多样化 第二个就是选择高纤维的植物性食物 第三个选择优质的脂肪 第四个减少加工食品的摄入量 第五点减少饱和脂肪酸的添加糖的食物 第六个积极的运动 这就是生活方式组 在心理治疗组中 两位心理学家实施心理治疗课程 这是一种有效的一个治疗办法 是治疗抑郁症的黄金标准 结果发现两组在八周内 抑郁症状均显著改善 生活方式治疗组的抑郁症 它的评分平均下降了42% 而心理治疗组 它的评分下降了37% 表明生活方式治疗 再减轻抑郁症方面和心理治疗 一样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清理医生经常告诉大家 什么是健康的生活方式 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好好运动 健康的饮食 加上一个积极的体育运动 不但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的重要 同样对我们的精神健康 心理健康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清理医生反复说过 吃多样化的食物 少吃加工的食品 少吃高糖高油的食品 积极的体育锻炼 如果您真的压力很大 那就去跑跑步 健康的饮食 加上一个制度的体育锻炼 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缓解压力 改善抑郁症的效果 好 那么今天您了解 应该如何来防治抑郁症了吗 也欢迎大家关注 清理医生更化健康 我们明天再见 不不不不费 放到你 thinking